好 歡迎收聽上班先私聊 我是V 我是尹翰 我是Joanne 欸 今天多一位新同學 哈囉 哇靠 你看 現在還找來的新同學啊 那個啊 什麼什麼 什麼娛樂的 什麼娛樂 欸 什麼娛樂 現在很多娛樂啊 你不知道現在他們要趁先多指啊 對啊 什麼都要接你知道嗎 對啊 哇靠 這傳統的局還要接這種聊天 聊天室 就某天夜裡跟他遇到以後他就 哇靠 反正 最近好像天氣真的是蠻不穩定的齁 我們剛剛走過來超熱 又濕又熱 又濕又熱 跟你一樣啊 欸 那是沒有洗澡的時候 對 那裡面黏黏的 對啊 剛剛來的時候其實有地震 啊對齁 那時候鑽放上車他就看你這樣搖 然後說 噢噢噢噢 幹 你有沒有地震呢 我剛剛開車受到警報 可是真的沒感覺 那時候就在開車當中 如果連車都會搖那真的是很大的地震 那你有感覺嗎 有啊 因為你在我旁邊 感覺搖得更厲害了 蛤 跟你什麼關係 因為我看到他的肉在抖 超悲噢 這是個共鳴是不是 對啊 這是共鳴 對啊 只是最近齁 沒辦法 台北天氣很差 不過這種暑假蠻難免的 我覺得這種天氣算正常 颱風啦 颱風 真的 還是我們上一集講的那個颱風 嗯 對啊 但你知道現在日本有三個颱風嗎 真的嗎 這麼多 合在一起 哇靠 那應該 日本應該要滿慘的 就是 沒辦法以前 張閃會不會太那個 先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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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先跳過 先跳過 沒有錯 我知道講的怎麼樣 超 雖然說我日本學童 沒關係 是這樣子 對 沒事 那你會繞幾句日文那聽一下嗎 喔 還是你學的就做某幾句 欸 我會的 那個V也會 是嗎 我講幾句來聽 你會什麼 那個什麼 打妹 打妹 喔 這是蔡醫師嗎 對 打妹打妹 就公版統一男性都會的就對了 就是大家必學的 必修課 必修課 日文課程 哇靠 沒關係 不過講到暑假 雖然我們都離暑假一段時間了 不過你是剛畢業的 怎麼樣 第一次畢業的暑假 今天是我畢業的第一個暑假 對啊 原本是什麼差別 沒有啦 就你在上班啊 就覺得沒什麼 就是到我以前暑假的時候 我以前超愛暑假 寒暑假 因為寒暑假 我爸媽不是不會幫我報名 任何的補習班的 真的 都沒有舒服 寒服都沒有 然後就是去運動 寒暑假就是時間過得很快 然後會出去玩 運什麼動 打籃球 對啊 對啊 有 我聽說你籃球很厲害 還可以啦 是這樣子 運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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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只有手在動 運球 麥克風光球 我只有看到手在動 那你呢 我其實以前 也都是在打工中度過啦 說實在的 你做什麼 以前都在賣 麥當勞 也不是麥當勞 是賣一些那種什麼3C啊 電腦啊 真的假的 你在哪裡賣 以前在光網商場賣過啊 喔 光網商場 對啊 以前是在家附近的一個店賣啦 後來 後來又去光網商場 所以你是3C專家 3C小王子 也沒有專家 幹嘛你賣3C啊 這台機器你不會用 是阿翔 前期待會問我說 這個麥克風要什麼接電腦 那你先告訴我你在光網上上班 沒有阿 這專精不同 專精不同 你是賣而已 就是 對啊 其實負責賣而已 就是 就是唬爛的 是哪一家 是微信賣什麼 沒有阿 就是那種一般的電腦 那種3C電腦 那種 就通賣這樣 對啊 就賣一些有的沒的這樣子 反正 就在那種時候 我以前 就沒錢嘛 就打工賺一點零花錢 這樣子 那所以 所以以前 還是不是在你會出門嗎 還是會啦 可是就是可能那時候 存一點錢 然後跟女朋友出去 玩個一兩天這樣子 喔高中就 沒有啦 大學的時候 大學在交女朋友 對啊 所以林漢你是 目前還沒有 還沒有跟女朋友出去 出去玩 這樣子 九月應該常常吧 應該國小開始 跟男朋友出去玩 哈哈 那年代是還沒有國小 就 就發生這種事情 你會知道是什麼 結言時期 什麼結言時期 是多老啊 那時候有寒暑假嗎 只有什麼 寒暑假去 沒有這麼老啊 不過以前暑假 最以前 以前年輕的時候 還不會不懂的 出國這種事情 就是學生時期 那大家最常就是 應該是往墾丁跑吧 那感覺就是 在北部嘛 就是要往一個 離台北最遠的地方 有欸 我們家其實 寒暑假 每年都一定要去墾丁 一到兩次 喔這麼多 這是一個 那個吧文化 真的 你們家傳統就是 有啊 希望我上個月才去墾丁啊 嗯 對啊 上個月才去墾丁 欸這月出來是墾丁 可是墾丁現在物價是不是很貴啊 超盤啊 真的假的 現在去墾丁不如出國去 真的太貴了 真的假的 就是人家說 好他們可能是這樣預設 如果你要在台灣 玩五天 那國外比較好 真的喔 就是 價格差不多 但如果今天說等到 可能三天兩夜的話 當然還是台灣便宜 嗯 你去宜蘭真的花不到多少錢 是沒錯啊 沒有可是住宿也很貴啊 對啊現在好像貴 都是貴在住宿對不對 我會找也是有1000多塊 對啦當然有啦 可是我覺得那個差距差很大 感覺吧 Kimoji問題 可是像我之前去花蓮住那種 雖然他也是民宿啊 可是那個價錢 根本已經是飯店的價格 那一碗六千八千這樣 所以下面一客人是正常的 這對啊我覺得超級貴 可是當然是很漂亮沒有錯啊 就是在直接在海邊這樣子 然後那景很漂亮這樣 然後整個民宿裝潢的也很漂亮 沒有錯啊 可是你說一碗六千八千 我真的覺得哇靠 對啊所以其實真的還是要 好貴喔 一個人喔 沒有就一碗一個房間一碗這樣子 欸這樣很貴 對啊六千八千 那時候 去澳門我一直想去澳門 但我去查澳門房價 澳門的那個單管房價超便宜 喔真的喔 他們那什麼什麼普京人啊 什麼那維京人飯店 酒店很豪華 也大概六七千塊而已 對啊我也很想去澳門 但現在不能去了 對喔 因為台灣被他們列為什麼 橘色警示了 喔真的喔 所以不能入境 非必要不能去 喔真的喔 為什麼 非必要不能去 你是下面的房間 不會啊 你再開這個啊 給你弄這個 因為進去會查手機 什麼之類的嗎 不是他說說 非必要就不要去 因為是屬於什麼危險處 啊去了會怎樣 他就問你 為什麼要去啊 海關就會先擋 你就說我就想來住這六千塊的飯店 沒辦法你就被退啊 政治因素啊 喔我都沒意思 七月可能時候才開始了 上個月才開始 所以是香港澳門現在都是啊 還是澳門呢 香港澳門 都是喔大陸也是啊 嗯 對大陸我知道 Fuck you習近平 喔喔喔喔 可以這樣講嗎 是沒差啦 沒差啊 是我們咱們書記長 非常嚴格啊 是這樣子 沒有反正沒有人在抵太風尿尿 我就很開心了 什麼 這什麼東西 上次不是大陸人在抵太風尿尿嗎 我沒有跟到這什麼事情 你沒看到嗎 這新聞很久欸 這什麼事情 就是他小朋友想上廁所 媽媽大陸人 他讓他小孩直接 站在那個餐桌上 在抵太風包子裡面 我靠 你們去查看 是台灣的嗎 台灣人啊 大陸人在台灣 在台北 那我在包子裡 就是他那個蒸籠咩 他直接尿那邊啊 真的每次新聞抄 那時候全台都知道 真的喔 我靠 這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我們那個祖國就是狂 哇靠 那妳以前當學生時候 妳都去哪裡 當學生就肯定要 男朋友家 還暑假欸 男朋友家 是喔 直接坐在男朋友家 前男朋友在幹嘛 沒事前男朋友家 就是交流一下 認真喔 認識深入認識之類的 每天都要 每天都很深入 欸幹 國高中基本上每天吧 沒有國中好不好 喔 國中有犯法喔 國中有犯法喔 她也去泰國 我已經去泰國 我上禮拜才買到那個 泰國的機票 去1500回來也1600多塊 連航嘛是不是 連航 可是這樣子 等於我搭高鐵去高雄 價錢而已啊 而且那邊的住宿也超便宜 我那時候去住那個 比他講的飯店更好 是那種海景飯店 嗯 就是我的飯店直接走下樓 就是海灘 就是沙灘 哇 然後那個飯店裡面還有那個 無邊寄泳池 嗯 超大無邊寄泳池 一個晚上才4000多塊 台幣嗎 台幣4000多塊 哇那真的很便宜欸 超爽的 所以我真的建議就是 真的可以去泰國玩 那我朋友有的朋友 像我媽我那時候去泰國 我媽就是說 幹嘛去泰國那邊很危險欸 好像感覺我會被抓去賣一樣 我想說應該是不會啦 我應該不是那邊的人菜吧 我覺得你沒有把那邊的人抓來就不錯了 泰國 泰國真的 我想到泰國我想說 我其實很想再去日本 我也想出國 喔 因為我昨天看到IG 什麼大酒保街 還什麼什麼街 然後一群戰壁的女生 超正超漂亮 我好像有滑到 我好像知道你在講什麼 超漂亮欸 然後一小時是2萬日幣 你要戰壁 感覺去日本應該會比較合胃口 可是我聽說日本那種 不是很多會坑外國人嗎 會啊 他願意他願意 而且有些是不收 他願意外國客 對啊對啊 但沒關係啊 這台灣人民多優 就還是要 台灣真的沒有很優 講得到你好像用過欸 我沒有用過 我是都是聽人家講 是這樣子 因為台灣是違法的 對 真的被抓到就真的挫賽 要被罰險 可是日本是合法 日本是有風俗區 沒有錯 加完去泰國也是合法 對喔 泰國也是合法 泰國的風 的確是有很多讚 比如說你你不會喜歡 因為那大概 都跟你的size差不多 哇靠 男生都那麼大隻喔 女生 女生那麼大隻 女生大部分看他們 而且 比較豐滿對不對 我這樣講會有泰國人會不高興啊 可是的確就是 不會啊有一個叫什麼 娘娘喔 那個 可是我覺得他們比較外國人的菜 就是 我懂 對 比較就是洋人的菜 因為他們洋人喜歡豐滿一點 對 或者是他們就是 反正就不是你想要的日本女生的那種feu 所以不適合 你如果是要去站那種 去那種紅燈區 我真的覺得 那就不適合 你不適合去泰國 泰國那個去拜什麼 四面佛啊 喔 對我要去還願 我覺得還蠻有效的 你沒有去養五萬筒之類的 那超可怕的 喔那個就恐怖的 我們拜的就是那種正的 對啊 還是不要碰那個 真的啊 所以你去拜四面佛 你覺得有準是不是 有靈驗嗎 我覺得有耶 所以可是你去拜 你就必須要去還願 就是你必須要承諾他 一個時間你要回去 還什麼大象 還是回去還那種跳舞 我在台灣也拜過 在台中 喔真的啊 在那個什麼博物館對面 我也拜過那個相聲 欸蠻準的 喔真的 就是買一些他喜歡的東西 給他這樣子 可是要拜 比如說你要買這種祭品 怎麼會很貴嗎 不會啦 不會其實他那邊 就是已經是一個觀光區了 所以他都會有那個 都會準備好 對一盤一盤的花 比如說一百塊七百塊 跟台灣的廟有點像 門口賣東西的東西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 要拿什麼去祭拜 反正他都已經 寫好價錢 所以你也不用怕 你不會講英文 或什麼反正 他那邊都會講中文 因為他要做你生意 哇超酷欸 我發現其實現在好像 各個國家都已經 都會配上中文的標誌 嗯 確實啊 因為現在華人我覺得 沒有是配上 配上中國文的標誌 所以他們國人 對簡體制 對 這不是那些人還講說 到大陸機場 你要走本地 還是走外國遊客 結果大家 其實是要走外國遊客 因為是用台胞證 對對對 你應該說我就是本地 我心是你 他們會開心的 送你到外國遊客 他們會很開心的 BMP幫你開 對 之前到前面去嗎 是咱們同胞就是 是喔我還沒去過大陸 不知道他們是這樣 你以前就是有補習嗎 你是補習嗎 韓暑假 小時候的時候 只有去什麼安親班 什麼之類 那國小的時候 可是就是後來 長大之後也還好 就沒有也沒有什麼在補習 說實在不是讀書的料 後來高中畢業之後 就開始打工 就一直在工作 你暑假就是 我發現現在的人 像我同學他們 韓暑假都會把班上滿 對啊 一直給他賺爆這樣 就暑假換錢 對啊 可是我覺得這比較實際 如果是我現在也會這樣 嗯 確實啊 是喔 沒有 其實你暑假出去玩真的很貴 可是如果你暑假去打工賺滿錢 然後頻率 找時間去玩 高中大學暑假打工很正常 國中國小就跟家裡玩吧 對啊 國中國小其實跟家裡玩比較多 可是就是因為現在 可是以前時薪很低耶 說實在 我那時候打工的時候才95 還是100塊的時薪吧 那9月可以透露一下嗎 我已經忘了好不好 60 已經久遠了 我已經遺忘了 他說那都三毛了 三毛 煩耶 一天洗水多少錢 12毛 哇那麼有錢 那很機車耶 12毛 不會啊就是 所以你是高中就沒有補習 沒有 那你有沒有做過最 最屌的工作 很短期的這樣 其實沒有 因為我的工作都很穩定 沒有在換 你說賣電腦 對啊就在同年工作 那個遇到做一些很好笑的事情 因為以前我只有在 以前第一份打工就是在那個什麼 畢生課 送披薩 外送的 然後第二份就是在那邊賣電腦 然後一路賣到 賣到畢業轉正值這樣 可是以前那時候 那時候送披薩的時候 我覺得很好笑 因為那時候 還沒有智慧型手機 然後那時候要記錄 你知道嗎 那時候剛學會騎車 然後又不是很會記錄 送一送一送一送 送半個小時送一小時 回不了 他找不到路 他地址 地址怎麼辦 沒有就是他們會打一個單子 就是外送會有一個 他會列印一張單子給你 然後你就照著自己去送 你們怎麼知道路在哪裡啊 以前又沒有故宮 對啊以前沒有 你就要記啊 你就要自己記啊 店裡面會掛地圖啊 你就要自己自己去熟悉啊 那以前的很厲害耶 對以前真的很屌啊 對 然後以前都送 明明明就在隔壁條而已嘛 送一個小時回不來 找不到路這樣就被人家罵 所以我爸媽我說 你們以前 年輕的時候怎麼開車去全台繞 他說寄啊 對啊沒錯沒錯 真的是用記的啊 而且以前還沒有手機可以聯繫 對啊 難怪老一輩都說 喔在什麼路跟什麼路那邊啊 對不對 而且他們很奇怪 就直接用問的 超過搖下來 直接用問的這樣 所以以前人比較有人情味 對 現在還是有 現在是科技人類 我現在還是有差 那你耶 我怎樣 就是有沒有做什麼工作室 你覺得 在暑假 韓暑假打工有沒有 最好笑的 或是最印象深刻的 我都一直在當 我都一直在工作耶 做那個 做哪個 哪個啊 我都問你啊 娛樂是不是 不是我都要說做哪個啊 我做很多啊 我以前是在銀行上班啊 喔真的假的 對啊 我是那個銀行櫃台小姐 哇真的 其實我這樣看 九恩這樣 九恩這樣 有一點 怎樣 又要講什麼話 沒有 有點什麼 以前就是按那個按鈴啊 然後就是櫃台小姐 然後我們都會看那客人進來 譬如說 一看 因為有時候是熟客 然後有的他就會辦什麼匯款啊 什麼什麼 辦很久 那種就是假裝忙 先不按 讓別人按 然後一看就是 可能就是存現金的那趕快按 因為我們也會看每天 就是你按了多少的萊克數這樣子 那你存哪 你是在哪一家 我在 不告訴你 媽咧 欸不過我得說 現在銀行好像都會 就是櫃台小姐都要看 就是都會選漂亮的 你不覺得現在去銀行 有啊我同學很多做銀行 他們都是 會算那業績 然後又會算那個 按什麼那個次數都會還有 對啊 而且現在櫃台小姐都很漂亮 除了帶後面的主管 也是很漂亮 可是比較年長一點 對 可是我覺得還是要 還是要去看私人銀行的 公股銀行 喔對啦對啦 私人銀行的比較漂亮 而且以前有人很瞎 每天都就說 萬一在銀行上班好好 三年半就下班 我想說誰跟你三年半下班啊 啊你順便今天下班 你該不會真的也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 那你知道銀行今天也關門 三 我三年半啊 對銀行三年半關門以後 我們不是說 欸鐵門拉下來 耶 下班耶 走了沒有耶 我們還要算今天的錢 對今天收了多少錢 然後我們就要數那堆鈔票 零錢全部都要算完 然後 欸少了你就要一直重算 重算一直 要算到帳盒了才行好不好 我們真的下班就是跟正常人一樣 沒有什麼提早 就是大概也是6點7點 有時候我們還要call客 因為很爽 還要call客問你要不要買 譬如說 買產品啊 辦信用卡 要不要辦信用卡 要掛業績 跟業務一樣好不好 所以沒有銀行沒有那麼爽 喔 還是有業績壓力 想想我寒暑假有錯過什麼 好消失 好寒暑假打工 有啊 那時候是我剛好是怎樣 我在那時候我在鞋墊 我在NIKE上班 然後那時候我腳的開刀 然後我發現我呼吸太緊 然後就寒暑假 因為上班會很常上班 然後發現說我一帶呼吸就會 膝蓋就腫起來 因為太緊 然後我就一直 那個暑假就是我一直在水腫 然後不腫水腫不腫 就是你懂那個感覺嗎 就我還是上樓梯 你的膝蓋一直反覆這樣 對然後其實寒暑假 其實也沒什麼好講 我寒暑假到底做什麼 給我免在打工啊 你不是有做物流嗎 喔對 喔對 我有做過物流 靠北 真的喔 送貨了 為什麼 我跟你講 那時候我以前是 我以前是做籃球教練 就在寒假暑假的時候 疫情剛開始 我就在暑假的時候轉行去物流 那想要靠北我一做 想要做個兩三個月 順便疫情就好 結果越來越嚴重 不是啊你做物流的什麼部分 我做兩三家耶 不是啊就是你的職務是做什麼 你不是送貨員 沒有 就公讀生啊 然後業務的話 第一家是在 那很年輕 第一家是在幹嘛 喔 就一般的禮貨啦 禮貨 就超過禮貨呢 然後後來第二家我就 欸你因為坐太久 他們就問我要不要 我就被挖角說要不要去別的地方 就說升官這樣 就靠北 他騙人了 那時候很年輕啊 大學生什麼不知道 就跑去做那個 脫上衣那種拆櫃的 靠北 不是那櫃一下了 然後你櫃一打開門要在那邊拉 那我畫面是猛男耶 可是跟你不符耶 我想的是那個猛男 偷上衣那種肌肉男 我那時候超 我那時候是瘦的 所以那種我一直拖 然後就每天叼著衣 一天一包衣這樣 所以一定要偷上衣才能 才能嗎 很熱 而且我跟你講 我們那個垃圾是多髒 遠雄自貿港 這樣講會不會被告 你看 反正不管了 我在那邊上班了 他那個地上喔 因為那是停貨車的地方 我們垃圾都往地上丟 真的 所以那這個垃圾山 他媽的超高 應該有一公尺吧 一排垃圾山 為什麼會這樣 但你後面發現 他們都這樣子 我就跟著這樣子 抽煙很累很累 然後後來就不做 然後我就跑到另外一家物流 因為想說幹 因為還在疫情 疫情大概三年四年 就告訴我大一到大三那時候 我又跑另外一家物流 是比較正常 是 也要碰到電腦那些的 所以就好一點 到現在我就轉到現在這個工作 所以我寒暑假 其實我是平常在打工 所以寒暑假沒有什麼特別 只是說寒暑假的確會賺比較多錢 對啊 真的欸 其實時薪比較高是一個 現在180幾 沒有 現在有的200了 200多 我那時候其實是120 他看行業對不對 可是也看年代啦 的確 有啦 有想到我國三的時候 這樣知道有沒有違法 沒有我滿15歲了 我15歲到國三 然後我就去Seven 我媽媽的朋友那邊的店打工 他媽的暑假超熱喔 我連續拖兩個月的地 在外面 而且外面那個人心都超長 我在那邊拖爆 所以Seven也要負責外面的人行道 你知道嗎 我想很期待就是我早上拖完 他說你看好 你進來學 我想說外面很乾淨喔 一定踩 在桃園市區一定踩一張嘛 下午你又去拖 靠北又去超黑 所以我連續兩天爆汗欸 我兩個月在爆汗 對 所以我的 這就是我那時候 高中的那個 行蠻無聊的 就是負責在拖地就對了 對啊 因為我對工作真的沒什麼興趣 就是當成打工 沒什麼興趣 玩啊 可能對女人比較有興趣 女人啊 那你就可以去找 跟女人有關的工作啊 可能就會激起你的興趣 可是他現在 我覺得可能也不適合啊 現在 南模會館應該不會收他啊 巨魔會館 可能沒有 說不定有人喜歡這個 這個size的 對啊 南模會館要求溫暖的 求睡一覺的 一個大神頭在那邊 是這樣子嗎 就是每個人喜好不同 說不定就缺他這一款 就缺就大賣 你們現在 你們會不會 就出社會 你上出社會算久 你會覺得說 到了寒暑假的時間 你會不會心裡就想要說 欸 我應該要放寒暑假了 早就沒有了啊 因為你看好像我們 求學這樣十幾年 已經固定那個了 對啊 那你應該 剛出社會一定還是想要 寒暑假好爽 剛出社會可能還是會有啦 可是 說實在時間久 根本就已經 被磨掉了 你懂為什麼 就是直接喔今天又要上班了 就這樣子 而且人也限時了 你會知道寒暑假什麼都貴 對 就是寒暑假出遊 反而沒有品質 因為 人又多 價錢又高 所以就是出社會很久 很很限時的 你就會拿這個金錢 去換算那個 就要賣好 就反而還不會想要 去寒暑假出去玩 對 就反而可能會挑蛋 我現在是想說 一定要六日玩到 那是一個習慣 到下不一定 我可能會改可能 平日這樣 已經慢慢有那種感覺 對 憑藉出去我覺得才是 正正確的選擇 對 你不如你不如直接挑個淡季 可能請一個比較長一點的時間 那就好好玩這樣 就好了 就不要挑一些這種 人多又貴的 不會影響到你們心情喔 會說幹嗎 我好像還是那個 他不會耶 我覺得寒暑假面超多人耶 你覺得碩士放寒暑假是正常的嗎 碩士 可是我覺得碩士已經不算是 學生的範疇了吧 我覺得 應該有的都是在一邊 對啊 邊工作吧 還是要賺錢吧 畢竟學費不便宜 我身邊還是有用碩博士在找理由 就是放你家這樣 職業學生是不是 欸幹那個 碩博士雖然其實是本業做那個 想要還是有車子什麼的 就不一定啦 就要很有錢 那學分費很高 對啊看家境啦 我覺得那就要看家境 那如果你今天 好你今天可能 你可能有 之後有可能小孩 你會讓他寒暑假去打工 就讓他去補習 這個是抉擇這樣子 看他自己啊 像是我會 我會騎著 我要去 我每天都不會 如果錢夠我就讓他去運動 那如果他很想打工咧 去啊 對啊 就是尊重各的意願 對啊我覺得是看自己啦 如果你真的 比如說欸你有自己想要想買的東西 那要花錢 那當然就請你自己賺嘛 結果他會找到那家店 還是以前的那個Saven 然後還在做一樣事情 沒有我覺得 就是讓他們寒暑假去打工 我覺得沒有不好 讓他們提前了解到說 賺錢的辛苦 當然 對不然身手牌 你也不知道 你看你知道你爸爸 賺錢有多辛苦嗎 你一直當身手牌 你看 欸你欸你不能這樣 現在是怎樣 工省我喔 是嘛就是 就是提早 你們說寒暑假去工作 其實是可以提早 我把他按進 我把那個麥轉掉 提早理解 就是爸媽在這個社會上的心 我很早就出來打工 你知道我就15歲啊 而且我就半工半讀 因為我們剛才已經聽完你的打工史了啊 大學讀夜校 看這個時候就是這樣 對啊 我還 就是 其實我其實沒什麼學生的感覺 我那時候被老師嗆 為什麼 那時候高中啊 因為都在打工嘛 然後那時候我以為是考得不好 嗯 老師就說 老師很疼我啊 不然他不爽殺小 他說你們這些人喔 要考會科 要考統策 你們這些人喔 不讀書就跟你一樣去打工 我心裡想幹你娘 我看大家大狂笑 結果媽咧過兩個月我考 他媽咪考世間國立 老師我在唱秋啊 我在說 怎樣 打工了比你屌 哭啊 什麼爆哭啊 上面陪來嗎 我以為就還可以啊 就憑實力啊對不對 對啊 那最近還好玩就去哪裡玩嗎 沒有啊 都嘛在上班 沒有什麼去旅遊 有啦 我明明就看你IG 就有去那個 沒有那只是一天 那給算啊 錢人姐不是 那也只是去 稍微走走而已 我說旅遊是什麼 去住兩三天 那錢人姐去哪裡 錢人姐我去哪裡啊 你等一下你行程安排 你讓你讓 沒有錢人姐 讓我羨慕一下 不是讓你覺得說 這個行程歐不OK 沒有錢人姐我待在我裡面 我沒出去 這行程非常好 我覺得這行程非常好 錢人姐的人超多 我們不出去 我們是前面幾個禮拜 燒耳熟 那去哪裡 我想一下喔 你安排要講給他聽 看他覺得合不OK 去 我想一下喔 去北岸啊 比如說早上先去淡水附近晃一晃啊 吃一些 比如說吃冰啊 吃一些什麼 然後去 下午去北岸 去 隨便找一間景觀咖啡那種做的 晚上呢 晚上 夜景 晚上 去淡水 回淡水去看夜景 去那輿論碼頭那邊 喔 喔 宵夜呢 宵夜沒有啦 後來就送回去了啦 就送回家了 這樣子 一個人回家嗎 單獨 他自己一個人 就我把他送回去 送回去他家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結束那一趴好不好 兩個人一起回家 就是 其他我覺得半天都不是重點 所以 所以 所以你的重點都要晚上對不對 那就約他就約晚上就好了 對啊就約晚上 就像他說他前天前那天都待在女朋友家 我覺得是最好的行程 喔 就是我覺得還是要兩個人溝通好 對 那你覺得心目中最好的行程是怎樣 就是在家 一年在家 因為我巨蟹座 就是兩個人一起在家 一整天 一直愛愛這樣 哈哈 他承認呢 對啊 欸我可以耶 就是交流嘛 就不然什麼時候可以兩個 你哪次不可以的 那我貼蟹座我什麼都可以 你哪次不可以 巨蟹座就很窄 然後如果剛好又要一個很窄 那就一起在家 其實我不喜歡 其實我出去 我有一次 我出去你會固定行程嗎 就是突然你會先打斷 可能我們四五個人出去 他突然說 欸 不然去那邊一下 你會覺得不爽 我會不爽 還好吧 就突然變行程 你會開心喔 如果大家都同意的話 其實還OK 而且如果是有趣的 對啊 所以他安排一個很爛的地方 對啊 還是要看地方 還是要看地方 對啊 因為我每次出去玩 我就當PM 然後他們改了 是不是你安排的不好 所以人家才想要改行程 沒有 我入來很超的 有一次我安排個十六 十七個人的旅遊 三台車 四台車 你知道那時候 我從早上 凌晨一點 上武林 然後玩到 隔天晚上的 半夜十二點 二十小時 全部在玩 然後你知道那時候 畫面超好笑 我先洗澡 然後我們一樓的民宿 把我動 就坐十幾人 我買麥當勞這樣 我洗澡下來 全部人這樣發呆 然後看麥當勞 都沒有動 我還問他們說 你們什麼都不吃啊 太累了 全部這樣 我說 對不起 所以我心想拍錯了 24小時欸 太累 全部人都死在那邊 麥當勞被動 然後電視台這樣一直播 全部人發呆 我也是自己體重鞋 你知道嗎 我很開心 因為我很嗨 都沒有動欸 我說你們幹嘛 很累 後來有醒嗎 還是直接 後來有出薯條 吃完薯條之後 有回神就對了 我們後來還繼續喝 有些留下來喝酒 但大家 其實很早就睡 十二點 我真的覺得 年輕人才可以這樣玩 我覺得那種 你只要稍微有點年紀的話 我覺得好啦 輕鬆就好了 對啊 就是大概這樣 阿姨這邊去哪裡 泰國啊 她這三個月去了幾次 喔去韓國 我上個月去韓國 所以妳這半年去了幾次出國 四次有了 四次吧 三次三次 欸哪一條架那麼多 你屁啊 你知道嗎 就是認真工作之餘 我真的覺得大家認真上班之餘 也要認真玩樂 而且我都是 我還是帶著筆電出去工作欸 就是妳要認真 屁屁屁屁屁 問她的東西在哪裡 沒有 等一下啊等一下 欸沒有妳要 妳也是出去玩 妳要認真上班 才對得起妳的同事跟老闆 沒有啊 省得人家不准嫁 妳要我把它講出來是不是 對啊我真的都 妳們一直打電話要煩我 早上問她 下午 先等一下 下午才回喔 先等一下 媽有等一天了 先等一下 妳不想說我可能在忙 沒有 對難得在國外 我可能找到一個可以忙的 沒有喔 妳就是在跟團 妳就是在跟團 妳要忙啥小跟導遊忙 是不是 哈哈哈哈 妳看說房間打超高 又等不到東西 什麼東西 沒有 如果是我自己一個人去泰國 我就會都會回 因為我就自己一個去 沒有什麼 妳們是可以單獨旅遊 妳可以嗎 我以前不行 可是被甩了以後就可以了 那比妳可以啊 我真的啊 我不太行 欸幹我不行我會怕喔 我真的很怕 也不是怕我覺得我還是需要一個人配 我自己一個人很無聊 兩個人我可以接受 對兩個人我覺得可以接受 多人我也 這跟多人十幾個我也可以接受 但一個我真的不行 喔多人我反而覺得會有點怕 你知道嗎 喔多人不行 太多人不要 因為女伴一多 妳妳就搞不清楚 沒有辦法配合所有人的 對 尤其是出國 更麻煩 對啊 我以前也不行一個人 我覺得很恐怖 就是妳一個人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可是妳知道就是沒有男朋友以後 妳就必須要默默地習慣這種一個人的行動 所以我就今年開始我就覺得 欸我可以一個人去泰國還不錯 而且因為去泰國我覺得現在很簡單 那妳去買是買雙人房還是單人房 她 她只賣妳雙人房啊 喔真的喔 欸妳的當地早伴喔 欸我還真的講 跟妳講找不到欸 還是我太弱 去怎樣 怎麼找 妳要怎麼找 不是啊就是譬如說妳去酒吧 或是什麼的啊 那時候我有去他們那個 Pattaya的那個酒吧 可是其實妳很難找是為什麼 因為他們裡面全都是外國人 那那外國人身邊他們都已經帶著一個Mail 而且都是泰國本地的女生 那有可能他們就是組團去玩的吧 對而且那種女生 都是看起來很老 大概阿嬤級 真的假的欸 他們覺得其實妳是泰國人 那樣子 我可能再曬黑一點可能就很像 我就想說如果 因為我就說他們帶著那些女生 看起來年紀都有 可能有的感覺都是阿嬤級的 哇靠啊 我在我不誇張 那是四五十歲以上 外國人菜真的都很特別 我就想說如果 那個我現在現在學一下泰文 那可能這邊如果年紀大一點 那我這邊那個沒有工作以後 我就去泰國可以煎菜一下 可是我無法理解外國人的菜欸 就是 我覺得就是他們當地的 好像蠻流行這樣 就是外國人通常去他們那邊玩 都會找一個地陪日本的 當地人 當地女生 然後就是 語言通嘛 然後就可以帶妳到處去玩 可是我去Pattaya是這樣 感覺那個就是一日 幾間 短時間的 伴遊 可是我去華星 他們身邊也都 那些外國人 他們也會帶一個女生 可是那種就是 長期的喔 看起來是長期伴侶 我就想以後我應該是去華星發展 哈哈 其實我也想去泰國 泰國的那個 首都叫青麥嗎 好像是吧 對嘛 是曼谷嗎 我也不知道 地理不知道 看你會查一下啊 青麥在哪裡啊 青麥在勾三角 在勾三角 沒有我其實很想去泰國玩 因為他們說 泰國 其實泰國我怕的是真的 因為泰國泰國會鬧事 鬧那個 鬧鬼 真的 我每次看那個 賣鼓啦 不然是我小時候 地理是學錯看 青麥 地理體育老師教的 對啊 沒有啊 我其實蠻想去泰國 我帶你去啊 哎呀 這樣就兩個人 等一下發出戰鬥邀請 我一定輸啊 跟他戰鬥我會死啊 你這五天玩的什麼 我不知道 我一直在床上 哈哈哈哈 被綁在床上 睡醒睡 被綁在床上 沒有了 那我在台灣就好 去看那個場地是怎樣 沒有就是 你有特意想去哪裡嗎 就是下一次 如果是有長假的話 長假 我會反而希望 希望跑比較遠的國家 俄羅斯 沒有比如說想去埃及啊 那個很特別 對那種就是 因為我比較喜歡歷史的東西 所以我會想要去看那種 比較有一些 歷史淵源的國家 那個那個那個價格不便宜 去那種 冰島什麼超超貴 對那種確實是很貴啦 不過就是 如果有機會 我覺得可以去遠一點地方 我夢想是去美國 啊美國也 洛杉磯 我真的想去那邊打打籃球什麼 嗯 我是追求自由的人 街頭籃球 所以你要去美國打籃球 對啊 沒有只是想要去玩玩 我是 我是一個很追求內心的想法的人 所以我一定要去 我想去的地方 嗯 嗯 那去完之後可能就還好 就圓一個夢這樣 對 對啊 那我覺得你可以去啊 為什麼現在不能去 應該很貴啊 坐經濟艙我 我會胖死 我都已經那麼胖了 你要買兩個位置 對啊 你可能出國你要抓行程 時間三十個小時 十二個小時嗎 到美國 你一定要坐商務艙 起碼啦 我胖的話也在商務艙 怎麼很貴啊 你來回就來回八萬九萬 好啦那你現在努力瘦下來 你就可以去美國了 好不好 就不用忍耐 對啊你為什麼不瘦呢 你為什麼就不瘦呢 蛤 你就死不瘦下來 不是啊我每一次前面 在討論我都不知道瘦 這個是太攻擊人了 大家都想說到底是有多胖 對啊 是多胖 一坨泥是不是 不會啊 我就立一個人設出來 讓大家好奇一點 不會啊就是 瘦這個東西不會啊 只是 慢慢來 因為有時候看到針仙 就想進去吃一下 他們有強迫啊 針仙其實比較會胖 你知道他們自己都不吃壽司 我們以前是固定是每個禮拜五壽司 然後就已經變成是 就已經變成是說 欸我現在不知道吃什麼 就是那種快樂週五啊 我就會帶他們去 壽司附近的店 然後說啊怎麼那麼多人 那是壽司 我覺得上班的時候 就是要給自己找一點 愉快的心情 比如說週五的時候 中午大家就去吃一點好一點的 餐廳或什麼的 就是 覺得今天是 Happy Friday這樣子 不過確實 而且我覺得這種 辦公室氣氛我覺得蠻重要的 因為畢竟上班 就已經沒有含暑假這件事情了 真的 就是自己要營造一點氣氛 可是真的有些公司文化很難 像我們那種 比較大的公司齁 有時候就是很實氣沉沉 為什麼沒有人要跟你一起吃午餐嗎 就 我確實是自己跟吃午餐 是為什麼 是同事他們應該會揪吧 應該大家都小團體 對啊其實大家會有小團體 只是到處我就很懶 你知道嗎 我在公司很懶得交際的人 我覺得在公司上面 我覺得就是好 大家當同事就好 下班就不認識這樣 所以上班族真的很無聊 人家說同事都不能當朋友 對啊 我現在覺得這樣子好像比較好一點了 我自己覺得啦 我很多都是朋友變同事 沒有可是因為很多 真的是因為公司文化的問題 像那種可能比較小一點的公司 或是文化比較不一樣 對看行業 對啊 公務員的話就一定是下班不是朋友 對啊或者是說你真的是在那種 比較大型的公司 那真的就是 對啊 我就是看人心 沒有你在體育界就大家都會是朋友 體育界 應該說設計業 設計業其實大家互相會是朋友 設計業也不一定好不好 設計大家會 互相競爭 互相設計 互相設計 互相設計你設計我 互相設計你設計我 對 所以就是 的確啦 你說什麼寒暑假這種事情 對上班族來說 的確是 太遙遠了 無感了 只要能夠在上班當中 營造一點歡樂的氣氛 就一定覺得很開心了 我覺得你不如多給我一點錢 對 已經 真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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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辦法啊 你真的畢業久了之後 除非真的是你要有小朋友的上班族 你家中有孩子或什麼 才會特別care 寒暑假 因為你會想辦法帶小朋友出去 那像寒暑假 是基本上固定的 那有沒有像什麼廉價 你們 你們像過年中有節 必定要出去的 不出去 對真的 過年不出去 你們過年不出去 不出去啊 天啊 會跟親戚在一起嗎 就可能會 可能親戚 可能親戚約會啦 比如說親戚約說吃個飯什麼的 那可能會啦 其實有那麼人帶嗎 為什麼 因為去哪人都很多 人很多耶 你去上個廁所也要排隊 你知道那女廁排隊 也不像你們男生這樣掏出來 灑一灑 或是路邊隨便都可以鳥 你知道女生上廁所多麻煩嗎 你去那個過年出去 你都排個廁所 都已經要尿出來了 你知道是多久啊 而且你知道排這麼久的廁所 裡面有多恐怖 那一打開門那一刻 你就想說 為什麼我不是男的 我可以路邊尿就好 我懂了 很可怕啊 衛生習慣不太好的 所以你們過年也是在休息這樣 對啊 因為很多人 像我們家就是 本來就是都住北部 都住北部啊 所以也沒有說要回南部娘家這種事情 對我家也是 以前小時候反而會很羨慕同學說 為什麼大家可以回南部 對不對 好羨慕喔 還有那種寒暑假說 我要出國 以前聽起來沒什麼 但現在聽我靠 有錢人家 因為像我家住士林 然後我奶奶家在雅咪山 然後我外婆家住在天母 根本就隔壁 對啊隔壁而已 就根本就完全無感 阿嬤奶奶外婆 阿嬤啊 奶奶啊外婆啊 是不一樣的你知道嗎 阿嬤奶奶外婆不一樣 不是啊 奶奶跟外婆 你說你阿嬤住哪裡 我 阿嬤 阿嬤對啊 沒有阿嬤是選項 奶奶跟外婆 你來住哪裡 我奶奶住雅咪山 然後我外婆那時候住天母 然後我家那時候住士林 那就是隔壁 隔壁啊 士林天母啊 所以人家說 欸你跪點要去哪裡玩嗎 我說沒有 就在士林 就在台北市 就在台北市 沒有住台北市 所以人家超羨慕耶 真的 也是標準天龍人 他們那時候 我同學都說 我們要回南部 哇哇哇 台北人都說 我們去南部 南部哪裡 桃園 多難是多難 對啊這樣聽起來 小時候覺得大家學出國 沒什麼 家庭真的很不錯 確實啊 可是以前都羨慕說 哇大家要嘛出國 要嘛回南部 結果自己都在北部這樣 沒什麼好 我知道我們憨俗家 我們國小 一定會搶夏令營 真的 你知道我們國小 我不知道誰 誰是不是爛主義 因為籃球社已經最多人 我們要在當天早上 七點半 拿著現金 三千六百塊 衝到學務處報名 真的 然後我同學沒帶錢 我們還要搭湊 因為我們可能抱好 六個人一起去上 那林安我沒有帶錢 沒有帶喔 老師借他一下 為什麼借 拉爾軒去報名 你知道 因為一堂課就是七八十個人 所以我還主要在搶 搶夏令營 搶名額就對了 那我也有一次 我真的上到韓服 我真的 韓服真的快哭了 過年我媽在打麻將 打一打她說 她說一定還拿去上課 我說欸 對我忘記了 我去兩天 後來我追不去了 我說爛 可以這樣子嗎 因為韓服那時候兩個禮拜 可以這樣子 我就說爛了不要去 你媽後來怎麼說 就好不要去 她說 不是啊 過年多少信啊 媽媽直接放棄 又不是說什麼 家裡人在上班 可是我覺得以前參加夏令營 也很累欸 我以前國小的時候 我媽都會幫我幫我夏令營 然後就覺得幹嘛去 夏令營幾天的 一週的嗎 很多天我忘記 反正我就記得在外面過夜 那個還蠻累的 很累 而且超兇的 我都不知道帶夏令營那些人 那兇什麼 妳是幫我叫什麼童子軍班 我不知道 其實都要一大早就要起床集合 然後拍拍給我 然後睡覺前也是 這邊拍拍給我 集合安靜 我想說靠啊 暑假還在聽人家兇 那時候 國小的時候覺得 夏令營好恐怖喔 只有那什麼 營火晚會的時候 是很好玩的 對我覺得 什麼活動的那個 營火晚會都會覺得是 很有趣 格式露營喔 類似啦 你有去過格式露營嗎 有啊 那時候我們不是要做小隊企 同軍課 要先把自己小隊企做好 真的 格式露營那一天 帶去高中超屁喔 朋友超好笑 還有隔壁帳篷 沒有帶小隊企 總教官說沒有帶了 全部那個帳哥都到外面 在面前 全校面前把他站 我朋友不知道怎麼辦啊 他怎樣 他拿內褲 真的我沒有抓小 剪嘛 然後拆 然後那個我們的教官說 唉唷這不錯啊 日期 因為他剪得很漂亮 真的很厲害 真的把他變成一面這樣 你們視角變一面 然後 教官那是我內褲 結果他還得第二名耶 真的啊 第二名耶 好笑 超好笑 而且我那 格式露營最怕什麼 他說什麼 對 然後有一次我真的受不了 我們去兩次嘛 第二次我12點半 我們這樣走 ZACK 我說 八九 我哪哪 跑步 對 我就說以前的那個 下令影之類 就像這樣子 跟受訓一樣耶 對 到底是熊什麼不懂耶 讓小朋友培養那個 自律的能力啊 我們就是培養農姓之類的 對 真的超農姓的 而且睡帳篷超熱 又超那個 不舒服 好不舒服 而且他們會一直講鬼故事 因為我們就是會一直流汗 剛剛會帶夜遊 不是嗎 對對對 夜遊蠻好玩的 我是覺得夜遊這個部分 蠻有趣的 然後有些鬼北來在那邊嚇人 對對對 就是夜遊一邊講鬼故事嚇死你 可是我們國中國小潮癖 國小我是去那個 泰亞度家村 然後那時候發 在發後面會發八寶洲嘛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大便 又大便 我們的 我們的飯店離那個集合場 要50分鐘 很好笑啊 我都說老師會大便 他們那邊要準備感動了 要不是要講話 我就跑來大便 回來遲到啊 大家哭完 我說欸 你看怎麼現在才回來 沒有大便 要走回去嘛 再走回來20分鐘 大家開始哭了 幹嘛開始哭 然後開始在那邊一起這樣 演戲有沒有 不是那真的很好笑 他其實他們學校是很大膽耶 我才國小 他讓我這樣走回去飯店 大便晚上再回來 還不錯啊 蠻自由的 不怕你跑走這樣 你可能去跑一路邊攔建設回家 這樣 泰亞都在攔投 超貴這樣 不過啊 還好也沒什麼特別回憶 我們應該要請個富二代來講 我去什麼 我去什麼 L.A. 英國 我兩個月去十個國家 你確定是ABC嗎還是 富二代啊 他富二代不是還在撞ABC 是這樣子 去留學一年就把自己當ABC 可是你有認識富二代嗎 我好像身邊沒有這種認識 剛好身邊超多 真的假的 也不會說很擊敗啊 就是人很好 就是我個性跟誰都好 我有認識很窮的 嗯 嗯 我認識一個 我他爸什麼 爺爺 是一個電腦應該聽過 我在結束跟你講 他爺爺是那個創始人 很有名超級有名 對啊 廣達 蛤真的假的 屌屌 哇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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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的是不錯 ATT知道嗎 我知道 你好像講過ATT他們家的 對 哇靠 可是他們iPhone6 那時候我嚇到 真的 iPhone10 他拿iPhone6說 幹你手機怎樣 沒有吧 好像有的有錢人都這樣子 跳不出來 對 反而會比較隱藏對不對 可是 你越這樣越怪 哦 對有時候真的 小時候就是 對啊 可是你會不會亂欺負人家 不會啦 就是 都會覺得有時候 我也瞧不起他而已 真的假的 有錢拿不起喔 阿 三段一直在這樣講 我就了不起 大家請我去超傷 好 有錢拿不起喔 你都沒有分享給別人 好你好那你去 其實這樣煩 好好笑喔 所以大家都很好 小時候就在幹這種奇怪的事情 對啊 因為剛好我們其實最近10次 講到10次 因為我們其實想說 剛好現在卡在那個 修行新聞比較多的時候 嗯 對咱們那個 台北科先生最近鬧了一波風波 我們是希望說 還是不要聊到那個啦 對 讓新聞去講就好 沒有啦 反正我覺得之後等明朗一點 對啊 我們也 最近話題也是差不多就是 聊了健康一點 對啊 不過我覺得現在 你說 你說暑假嗎 我覺得現在學生好像 很多也都是蠻 怎麼講 我現在看 看到比如說IG啊 或抖音很多那種 學生呢也是自己 有些好像自己 直接自己出國去耶 你知道嗎 自己出國有多大 講到這個 我妹昨天都出國 對啊 然後他一 他講的是大學生以上啦 對啦 可是就是其實可是也有 蠻多感覺的 我不太確定年紀 可是因為剛才很小耶 沒有 還一定要高中以上 因為你沒有滿 要給那個 對啊 可是就是看起來 你以前年紀都很小 然後就自己出國 沒有現在小孩已經超乎 我們想像的 對對對我想說 好像那時候 很純熟啊 完全不敢想這種事情 結果他們現在已經直接 自己搭配出國 像我那時候我國小我朋友 他一個人坐位去美國 我就把他當神 真的喔 超厲害 真的 但是現在更多耶 沒有因為現在資訊發達 其實他們要搜尋 怎麼樣自由行 或怎麼出國什麼的 或是先知道說到時候去那個國家出了機場 長什麼樣子 都至少有影片先看過自己 然後還就可以先想像那個模樣 就可能真的比較簡單一點 啊以前我們什麼都沒有 確實 就沒有這些資訊嘛 你連出去以後你就什麼都不知道 也沒那個膽 所以你現在敢一個人出國嗎 如果叫你一定要去的話 一定要去一定是可以啊 是敢不敢吧 是想不想 對啊 只是你要來要錢啊 錢來啊 對啊 所以你敢出國是可以的 對啊 好不想要站住 欸站住我 所以我帶你去泰國啦 走吧 吃喔 最近沒有體力不好 我帶你去那個紅燈區看看 不行不行 我們就是 沒有我們還是健康 對啊 聽說你不是很合阿上的口味 什麼阿上 對說不定是 泰國姐姐自己來講 年輕的我也可以好不好 而且泰國男生好像都偏瘦耶 說不定你這一款那邊會很熱嗎 你有看到泰國真兵嗎 那個影片 喔有啊有 阿對不對 阿超紅錢直接昏倒 啊 直接昏啊 跟他超好笑 欸可是他們真的蠻猛的 變性人也直接去當兵這樣 啊不是很漂亮的 對啊 有些真的就看起來是女生 可是我去這麼多 我去了這幾次 我沒有在路上看到漂亮的呀 真的喔 真的 就沒有啊 還是漂亮都是在 表演 某些表演 喔就是秀 秀裡面出現 對花錢看秀 可是路邊你要看 欸路邊都很恐怖欸 我下次去搜集一些照片給你們 但是 但是講到這個同 我下次其實蠻想聊 聊同志話題的 同志喔 對 同志 對啊但還好 因為我真的 雖然現在在講喔 我覺得我一直在講 反應一個事情 你不要亂講到在言上位 哈哈 是嗎 沒有我跟大家是好朋友 我們是好朋友 只是最近在台北看到 我想說 我還講我忍不住想講 就是 就是這很正常 我想說台北 因為我是桃園人 我在台北上班 我想說 臺北的 咱們那個同志朋友們 會不會太多了吧 可是 我覺得也蠻正常的啊 就是 這邊人多 對啊 本來人 因為桃園人很少耶 超少耶 可能都沒有走在路上 被你看見 可是台北的人 因為在外面活動的人 比較多 對啊 本來台北我覺得人 本來第一個就多啊 所以我這樣講應該沒事吧 還好啦 我只想說有時候會很懷疑 奇怪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一個 兩個 其實你怎麼知道 其實我覺得你超像那個耶 娘娘的 好悲 我認真說 我那這樣是不是就是 把他的size 稍微透露了一點資訊的那個感覺出來 沒那麼大隻 那個臉很腫啊 可是你好意思說人家腫啊 人家長得像一個卡通人物 是嗎 就一個老師 啊一個校長 他超肥戴眼睛那個 誰啊 什麼卡通 什麼年代的啊 對啊 我這個年代 那年代我可能就不知道了 不熟不熟 年紀差太多 下一集我想來 我們現在我想 哦 我原本是跟MV說 我們下一集要去海邊 或是山上 但我一定完成這個夢想 幹嘛你要去錄那個自然音是不是 沒有 因為我們之前上一集在車上錄啊 你們兩個人 其實我想你在不同的環境 真的會有不同的想法 嗯 確實啊 真的哦 像我們第一集那時候我們是 火力全開 嗯 因為可能抱著一個很憤慨的心情 嗯 欸 就說欸可能 像在車上可以聊一些 可能密閉吧 嗯 你會比較慢一點 如果你在大自然的話 你就說欸 V你看一下 他直接衣服扒了 嗯 就頭像大自然懷光耶 像是可以叫我們的 呃 請問你分享一下 在山上的故事 這個很猛 這個可以分享嗎 可以啊 我現在 那個話題超猛 而且我覺得人就是人家很猛 我跟你講 那聽到你真的會覺得受不了 很屌 他上次跟我講過 真的假的 真的 這個大家期待一下 人生的經驗嘛 對 都是有故事 畢竟有了一定歲數以後 人生經驗也會多了一點 我現在心裡已經幫他取個綽號 怎麼了 他的幸運怪獸 幸運怪獸 不會亂講 歡迎來報名 歡迎來報名 你看欸 他們臉都紅了 不過我們還在連結拜託 那我們之後做一個那個表單 放在裡面 有什麼需求嗎 有什麼需求嗎 基本要過的 基本就是 因為你會測試 那你的測試標準在哪裡 先試車是不是 時間啊 然後那個 尺寸啊 什麼都要 這些都要有 到達一定的標準 啊如果太小你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欸 我問你 真的不行 就像男生 女生如果胸部很小 你行嗎 當然那脖子 不是說不好看 可是有的男生就比較 多小是小 5公分 5公分是什麼鬼啊 我拿齒一樣 5公分 大拇指喔 多小是小 就5公分就會很小啊 對這下次再聊好了 對 我想要再留給觀眾 我覺得這可能會新開一個戰場 對 這個 對 這個要講講太久了 誘人欸 哇靠 所以我們可以先預定下一集 深夜節目 下一集我們在山上好了 哇靠山上不就更刺激了 對啊 山上蟲蟲蟲很多欸 我可你 你倒要先等我跟Joanne10分鐘 10分鐘 沒有要先一個人講嘛 然後我回來 有點短 好 你們下雨 爬山 沒有可能就聽到 左臨還臉色發白了 沒有可能我自己講的時候 然後我會聽到後面草叢會急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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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有沒有想 會有這個聲音 有沒有這樣 啊蚊子啊 蚊子太多了 小聲一點了 怕棒 喔 不認識 救命啦 沒有現在暑假你知道現在那個農曆七月 大家不要不要這樣 對我們先不要去山上還是要 先不要去山上就是 對我們先不要去山上就是 我會有太多人圍觀 對 很痴迷的 讓好兄弟先好好的 或許圍觀了 有的覺得你不錯就跟著你回去 先讓他們好好的先在陽晶 先好好的過一下 對我們就先不打擾他們 不要演這種新三色給人家看 那你等我 你確定了 你不要口出狂言 到時候腿軟 你看 不行了 沒有啦 而且就像人家講 現在暑假 包括現在農曆騎月 其實很多家長 其實不太想要小孩 真的去海邊 或是山上這些玩 其實有在聽人注意喔 其實還是要注意啦 就是安全 對就是寧可 不可兴起有不可兴起無異 去西邊考慮也不要真的跑去玩水 對 因為那個有很多漩渦 或什麼暗流 而且你都知道了 對啊 就是大家注意一下 真的 就是玩水 細水可以 破破水 但真的不要 下面說我游給你看 真的真的危險 就尤其把衣服脫光 直接下去之類的 嗯 也不是很好 好啦 所以希望大家還是要注意安全 好不好 嗯 時間過很快 我們再聊聊 就哇 快個小時 差不多啦 好啦 那這集就到這邊了 之後看 有想要聽什麼題目 然後可以在留言跟我們分享一下 啊 如果需要Joanne 還要留指的話 請大家留言一下 要換新的來賓 不錯 對 好 那這集就到這邊囉 好 那我是V 我是林漢 我是Joanne 好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